不知道过了多久,范贤从雪地中爬了起来,动作显得很缓慢,看来还没有从先前的情绪中摆脱。 这把烧火棍保护得非常好,自己花了很多天才将三个部件重新凑到了一起,发现各个部件都非常好,就连光学描具都十分完美。 范贤此时才觉得自己当时踢箱子两脚,是多么愚蠢的行为。 他是个军忙,所以光是熟悉手中这把武器都花费了很多天的时间,而真正进行训练后,才发现原来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很大差距的,当你发现阳光照进梦里的时候,才忽然明白梦原来是假的。 怎么测距,怎么瞄准,怎么保证流畅的运行,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能知道的知识。 范贤也没有老师,他只能自己慢慢摸索,而瞄准的距离越远,则越不容易击中目标。 而关于计算风差影响和测距,这更是难中之难的问题。 好在他身上的许多特质弥补了这些不足。 首先,他很冷静,有一种酷似舞竹的冷静,其次他很稳定,那股无名霸道真气让他的机体始终保持在一种很平衡的状态下。 最重要的是,他很有耐心,很有猎手的耐心,这一点则要归功于前世的遭逢和后世的午睡。 只要体内的能量能跟得上,范贤相信自己可以潜伏在一个地方一整天不动。 从雪中爬起来后,他感觉身体有些冻僵了,所以缓缓催动体内真气。 缓和了一下微微麻木的四肢,然后看着身边像只棋竿一样站着的舞竹,摇了摇头,如果对手是燕小矣,我不能保证在击中他之前,不会被他用剑杀死。 五竹冷漠说道,你没有必要用这个。 范贤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,抱着狙击困坐愁血,皱眉道,其实我知道,我自己的实力在八品上九品下之间,书以前一直瞒我,是不想让我拖大。 但是以后如果要对付那些九品上的高手,手中有些别人不知道的武器,总会好一些。 五竹说道,在我看来,你依然只有七品的水平。 范贤自嘲一笑道,那灾还能杀死成巨树,还能和宫典对一掌。 五竹目然道,宫典有八品,成巨树顶多只有七品,也许,我丹周这十几年的时间,整个天下的武道修为都下降了。 范贤皱了皱眉头,将臀下的血拍了下去,虽然没有说实去,但听着这句话,不免看些异样的感觉。 至于异样在何处,一时间自己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,摇头说道,我需要让自己强大起来。 不然无法保护身边的人,万儿还有皇室与长公主。 若若呢?不要忘了,他其实也是个没有母亲的可怜孩子。 五竹沉默着。 范贤微微一笑,此时月映雪山,夜间微微清亮,照得他那张容颜显得愈发清美无尘。 他看着有几粒雪子落到了五竹书眼上黑布的那块黑布,不知怎地心头一动,做出了一个从小到大都不大敢做的动作。 他踏前一步,细心地伸手,想将五竹书眼上黑布的雪花剪下来,动作很温柔。 五竹退后一步,这一步退后所拿捏的时间,分寸无不妙到豪颠,让范贤的右手有些尴尬地停留在了空中,距离五竹的脸约有半尺的距离。 回吧。 五竹从他手中接过那把狙击枪,转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 范贤看着他消失的地方,心里头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,这样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绝世强者,只拥有极少的一些过去,那他的将来会是什么模样? 山中不知岁月,范贤每天极其自律地清晨起床,进行舞蹈修行,晚上也会抽出一些时间去与五竹书在这座山里学习暗夜行者的本领。 大部分的日子都在与灵婉儿和妹妹过着舒心的日子,看着庄园里的姑娘们拢在一处斗诗、斗画、斗曲、斗牌,日子一天一天地就这样晃过去了。 中间叶灵儿与柔家郡主也来小住了段时间,几位贵人家的小姐不免又开了个小行师会,柔家姑娘似乎也从范贤大婚的伤心事理摆脱了出来, 只是呼闪着那对柔情似水全不似十二的双眼,求着范家哥哥写几首诗来听,范贤哪能上这种当,借口上山打母老虎逃了。 将近年关的时候,好不容易摆脱了足学困扰的范斯撤屁颠屁颠地坐着马车上了苍山,兴高采烈地拉着越鱼不见的嫂子打麻将。 在他看来,排桌之上能够找到林瓦儿,就像是绝代剑客找到一个堪与自己为敌的高手那般,正所谓,人生寂寞如雪啊。 当然,范贤兄妹三人在庄园里聚着,身为少爷的他,也不会忘记自己妻子的那位兄长,早起派商誉后的藤字经将大宝接了过来,沿途有王启年小组暗中护送,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 这天中午吃过饭后,范贤让下人套上马车,和林瓦儿两下人下到山下十里处,去迎接大宝。 没过多久,便看见车队来了。 等车队停好,藤字经赶紧上前给范贤与郡主少奶奶问安,林瓦儿知道这人是范贤入京后的第一个亲信,所以也挺温和应对,只是一颗心早飘到马车上了。 小贤贤,不用说,一听这称呼,就知道大宝下了风。 范贤苦笑一声,抱拳一礼,然后上去迎着自己这位数月不见,身材油自臃肿的大舅子。 大宝看四周的山景有些好奇,张大了嘴巴呵呵傻笑着,经里的雪可要小很多。 苍山雪大,路中都积了不少。 林瓦儿看着哥哥头发上的血泻,心疼地走上前去,替她抹了下去,将自己准备的狐皮大肠套到她身上,埋怨道,父亲也是的,明知道苍山上冷,也不知道多准备几件。 范贤微微一笑,心想宰相,大人毕竟是个男子,如今的林府中又没有几个女子。 就算她在爱护大宝,也不可能面面俱到。 她接着转头问藤子经,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? 没。藤于经沉着硬道,就是入山前的路口。 和另一家来过东的马车抢了下道,对方看我们坐的相符马车,就让了。 苍山赏雪景,避盛夏,本就是京都里的贵人最喜欢做的事情,而且入山的地方,还有些地方上的兵士把守。 这只是件小事。 范贤也没有放在心里,略寒暄了两句,便准备上山。 不料此时却听着后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 不一会儿功夫,一队马车便气势汹汹地开了上来,此处正是分岔处。 所以顿时显得十分拥挤,在南上行。 就是他们。 藤自经有些为难说道, 少爷,我没有说,是不想您生气。 那马车里的家丁们看见堵在了这里,既经开骂了起来。 范贤眯着眼睛望过去,才知道原来是礼部尚书郭优之家的马车,不由,微微一笑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他们这边没有什么反应,那边却看明白了,原来是在山下抢过一次道的乡府马车,郭府再如何也不敢和乡府争道,所以气焰顿时削了许多。 相府的车,也不能总拦在路口不让人走啊,我们已经让了一次了,你们就不能快些。 郭家马车里传出一个让范贤有些熟悉的声音。 紧接着,一个浑身滑贵的公子哥从马车上下来,指着藤自经一行人鹤赤道,还不赶紧让开。 林相环在京中,你们这些人也不知道来苍山做什么。 郭兄,范贤喜出望外,朝那边拱手打了个招呼。 郭宝昆仲听着有人喊自己,还显得格外亲切,以为是碰见了熟人,满脸堆笑转过身来,不料一看,却是范贤这个打黑拳的,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,一时又放不下来,显得尴尬无比。 他的眼神里更是紧张之外,带着份害怕,这是谁?这是范贤。 诗会一次,京都府衙门一决,垫上一次,自己算是把对方得罪惨了。 偏生对方如今在京里是混得风生水起,自己想害对方一次,对方反而会因此事而窜起一劫。 而对方如今已与那位姑娘成婚,大婚之时的排场让郭宝昆知道,自己算是倒了八辈子血眉,只求以后不要撞见对方,哪里知道皆会这么巧。 范贤看着他的模样,在心里嘖嘖赞叹,心想这人也算是运气差到人神共哀的地步了,怎么就又碰见自己了呢? 看着郭府马车像十几只兔子般往山下急驰,范贤揉了揉手腕。 林婉儿走了过来,低声说道,没来由地赶别人下山做什么。 虽说他只是个关中编撰,但毕竟是太子哥哥的进尘,将来总有入阁的一日。 更何况这苍山又不是范,我们家的,若让别人知道了,不得说我们太霸道。 我可没赶他下山,听见妻子转口转得快,范贤清美的面容上浮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,我只是说半夜去找他喝喝茶,谁知道他就跑了。 林婉儿听他说得如此温柔,忍不住笑了起来,你呀,京都里谁不知道你是个打黑拳的。 这半夜去找他,郭宝坤心里有鬼,自然要逃,他如今是名不及你,全部如你大,除了跑还能怎么办? 范贤笑道,我也很同情他。